不要比话 这也来 我太难了 前段时间有一位寸权大师 他挑战悬空三块砖失败之后 直接是宣布退网 也就是退网了 但是现在寸权大师又宣布付出 退网是不可能退网的 这辈子也不会因为大家捧我而退网 只要我不退网 就不会在意任何人对我的评价 今天起我马楼宣布正式付出 我已经退网七天了 对吧 理由是什么 理由的话我也觉得很牵强 那就是我已经退网七天了 已经退过网了 现在是付出 对吧 这个说法的话你们可能很难接受 但你们不接受 这是我的个人自由 我也照样会就是说付出 至于你们怎么样 对吧 我也管不着 我不可能听你们的 对吧 你们叫我去死 我就去死 你们让我就是说永远 就说不开直播了 我也不可能永远不开直播 我的日子我来过 对吧 我有我的自由 至于你们怎么看 那是你们的事情 对吧 如果说啊 你看我不说 或者说觉得我人不行 你可以选择取关拉黑 对吧 对我这个视频 划一个不感兴趣就好了 好不好 没必要到我直播间 对我进行攻击 说实在的 你我本身陌生人 对不对 我对你也没有做出什么 就是说那个伤害性的行为 所以你没有必要 对吧 对我这样多多不让 当然也有一些人 对吧 会比较偏激的人 会在我直播间 一直坚持下去骂我 当然了 你时间长了 我也会来黑你 就这么简单 大家怎么看 喷子吗 喷子是谁啊 喷子能给我吃的呀 还是喷子能管我死活 或者说 喷子能给我钱花吗 这段时间我想得很明白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 说去吧 记住 好听的别当真 难听的也别生气 这个世界上 真正关心我的人很少 想看我笑话的人却很多很多 路 是自己走的 嘴是别人的 我争不过一群人的嘴 也算不过 想猜我的那些人的心 视频圈的朋友们 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认同我的说法呢 咱们麻烦点个赞 支持一下 如果觉得我是狡辩的 对吧 请说出你的看法 总而言之就一句话 喷子们 可能让你们失望了 我满楼 不会退望 就是这样厚颜无耻 懂吗 我不管你们怎么说 不退 就是不退 其实不管怎么说 寸拳买楼 他的功夫肯定 比我们普通人要强很多 毕竟他是专门练习寸拳的 在网上有很多人 说他一块钻也打不断 然后他也是 现场出了一个视频 向大家证明他的实力 网上的话 现在有些人 就是完全罔顾事实 就是为了把我买楼一踩到底 说我买楼连一块钻都打不断 根本就没有功夫 对吧 这基本的就是说 那个一块钻都打不断 而且这还算 还算好的吧 还有的说 我的砖头 是道具砖 并且的话 任何一个小孩都能打断 是不是 今天的话 我为什么要发这个视频 就是我今天特地 在外面找了一块砖头 一块老砖 然后试一下 看看我马楼到底一块钻打不断 打不断 好不好 然后咱们测试一下钻的那个强度 来把钻 这样架空用脚踩 我的重量是140斤 来多几下 然后把钻放这边 我今天的话也不也不展示寸权了 就展示一个手刀 大家看一下 来 大家觉得我马楼到底有没有功夫 如果你觉得我有功夫的扣一 没有的话 咱们公评 评论区 写出你的意见 关于寸权高手马楼 他退出网络7天之后 又重新复出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其实我们每个人 不管是做什么样事情 都有人就是喜欢 有人不喜欢 就像他所说的那样 如果喜欢的话 就是经常可以看一下他的视频 如果不喜欢的话 可以把它给拉黑 有时候我们要学习别人好的一面